那么很多同学对这种指针 结构体的指针 还是不是很能理解 那我们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比如说指针 我们常说指针跟钥匙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 那么比如说我在地下捡起来一把钥匙 大家说不知道这钥匙是干什么的 那这个钥匙一点作用都没有 假如说这把钥匙是开你们家门的 那这个钥匙呢就有了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就在于拿着这把钥匙 如果把门打开 那这个空间就归你使用 你可以放数据 你也可以取数据 那指针呢也一样 如果光说一个指针 它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如果你要说指向某个结构体的指针 指向一个整形数据的指针 那它就有意义 意思也就在于 如果它是指向某个结构体的指针 那你一拿钥匙一指 就一拿指针一指 就相当于到了这个结构体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去取数据 或者是把它放数据 所以我们的指针 指向的概念 就是指针的使用 它一使用 它的历史作用就已经完成了 就已经到了它指向的这样一种类型了 指向 它的历史作用取完了 那我们就变成结构体了 这时候结构体有两个域 你就可以在这个域里头进行 前面这个域 还是后面这个两个域 这个域还是next域 就可以取直了 所以指针的理解就在于 它有没有指 如果要是使用了 就不会是再是指针了 而是它指向的某个类型了 你就要在这个类型上进行操作 那么理解了这一点 后面我们的这个基本操作 都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理解 你就会清楚 怎么样对这个链表进行存取 怎么样对这个链表进行指针的移动 以及它数据的存取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用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类型 形成的链表 它的基本操作应该怎么样来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一点的 操作 get element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链表 l当中 我给你确定的一个位置 叫i 你把这个数据元素给我取出来 这个操作的意思就是 在线性表当中的某个位置上的数据元素 你把它取出来 假设我们现在这已经有了一个单链表 在这个单链表里头呢 i如果等于3 那么我们显然就是要把这个30给它取出来 那我们怎么样来实现它的操作呢 任何一句话 说已知一个单链表 那到底已知的应该是什么呢 已知一个单链表 实际上是已知单链表的这个头指针 因为它后面的节点 一个一个都是用next链串起来的 所以抓到了头 那么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 你要找哪个 就可以一个一个的连下去 所以已知一个单链表的意思 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头指针 那如果i等于3 就取第三个节点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 首先已知的就应该是P指针 指向的是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那么它应该等于1 这个我们不要 再往后再移动一下 接等于2 这我们也没到 我们要3 这时候再指针再往后移动 这时候指针接等于3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当前指针指向的 z1取出来 就能够实现我们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操作里头呢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看看它关键要实现的是哪几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关键实现的呢 实际上是指针的移动 也就是说 从这个单面表的已知开始 这个指针怎么可以 从第一个节点 一到第二个 再从第二个 一到第三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应该是我们实现这个算法 它的重点 所以重点就是移动指针 然后呢 再比较 是不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I 第几个 第三个到了没有啊 那么这两步操作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指针怎么移动 指针怎么来移动呢 首先呢 第一句话就说 已知一个单面表 那它的初值 就是L 所指的Next 应该等于P 所以P指向的是第一个节点 有的同学不理解 你为什么把L 在指的Next再给P 你为什么不拿X直接给P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头还是没有头 如果要是没有头 那就是L直接送P 如果要是有一个头节点 那就得L所指的Next 所以我们在讲算法的时候 这两种方法都要给大家介绍 所以这个是有头节点的 那么L所指的Next 才是首元 把首元节点放到P指针里头 下面就循环 不是 先没到 就得往后走 所以这句话就是要我们往后 移动指针 怎么移动呢 每次让它指针当前指向节点的Next取出来 再把它放到P里面 修改这个P指针 Next表示什么呢 是后继 也就是说当前的后继 在Next里头 后继拿出来再给P 那P是不是就往后移了 然后后继再拿出来再给P 又往后移 所以每一个后移的操作 都是把它的后继指针拿出来 复制给当前指针 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指针的往下移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有两个判定的条件 一个判定的条件 P 还有一个判定的条件呢 就是皆小于爱 这两个判定条件 那我们说 如果一般的条件 我们包括了 我们就可以不包括这种特殊的情况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有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假设我们这么说 如果P是空的 那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 你这个I找了半天 我这个指针都已经一直 已经都移到空了 还没找到 所以这个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指针是空了 是指针没空的 那指针不空的时候 那我这个接小于爱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每次比较 每次比较的时候 我都已经这个接 已经病毒爱大了 循环都跳着 你还没找到 所以这两个条件 表示的是 一个是接值不合法 还有一个 就是接值合法 但是在我这里头没有找到 所以这是两个结束的条件 那么只要找到了以后 我们把数据取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完整的这个算法 怎么实现呢 这个是有头节点 那么我们循环 找到这个位置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移动 指针后移 找到了以后 我们就把他的值拿出来 但是呢 有两种特殊情况 一种是空了 没找着 还有一种呢 接值不合法 就挨值给的不合法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特殊情况 把它逃去 然后把数据把它取出来 所以这个算法的实现呢 就用这个 几个主要的因素 来构成的 那这是有头节点的 那无头节点 应该怎么样来实现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 既然没有头 它第一个就是首元 所以无头 首元就直接把L 复制给P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相对 比较简单一点的算法 但是我们从这里面 可以看到 它的指针操作 和它的数据域的操作 应该怎么样来实现 下面我们要来看 一个复杂一点的 谢谢大家